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差不多 都是蓝色军变服 教室里缺一个人 老师发现不了 我爸爸给我理这么一发型 只要我不在 老师一看 屋里怎么这么暗呢 光头没来 我们小时候是服装的样式差不多 现在美女的长相差不多 都照一模样整啊 你跟一个人结婚 就等于把所有美女都娶回家了 看别人搂着美女吧 心里就别扭 总感觉搂的是自己媳妇 以前我还嫌我媳妇长得丑 现在明白了 高端产品 私人定制 独家专享 我有一哥们 找了个90后美女 后来才知道 这姑娘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女儿 1890后 整容啊 拉了一千多刀 在清代这种刑法叫灵迟 大伙送他一外国名字 叫挨千刀子 在我们小时候 就算是有整容 大伙也没钱去 点心铺啊 卖剩下那个点心汁 降价处理 大伙都抢着买 我妈买了一大包 准备招待我姥姥 我呀偷吃了一多半 街坊正打家具呢 我抓了几把锯末 给祸在里头了 我姥姥狼村虎厌都给吃了 一个月没截手 肚子骨子跟牛蛙似的 上医院开刀 取出一块压缩板来 我们小时候啊 接送孩子骑自行车 我姐姐坐大梁上 我坐后座上 我爸爸一边骑啊 一边跟我姐姐聊天 把我给忘了 到这儿啊 下车 一片腿给我踹下来了 现在都开汽车了 是不是 有导航 林志玲给你指导 前方五十米 上桥 左转 吊河里了 你看 我过去啊 通讯 主要靠写信 我姥爷 从农村来探亲 写信呢 让我爸爸接站 晚到了三个月 这信 我爸爸赶到火车站一看呢 我姥爷混成 丐帮帮主了 身边带一群小弟 现在有手机太方便了 我媳妇酷爱发朋友圈 走在街上一瞧 停一辆房车 赶紧地合影 发朋友圈 张总太客气 不让街飞来 有人点评 张总是殡议馆领导吗 那是灵车 过去 这哥几个聚餐 大伙聊得是热火朝天 现在都低头看手机 宴会结束一抬头 一屋子生人 进错包房了 那几个人也互相道歉 谁也不认识谁坐一晚上 那时候就那样吗 过去要想出门 必须得带钱 有一回我坐火车 怕丢了我 买了一条防盗内裤 后边有一个兜 把钱装进去 拉上拉锁 屁股翘着 还挺性感 趴在后车大厅 那个长椅上睡觉 给我冻醒了 后边开一天窗 裤子 钱 内裤都没了 就剩我本人了 这回打针方面了 省得脱裤子了 这小偷还挺文艺 给我剪了一个新的图案 我不知道 我还在大厅溜达呢 转圈现眼 后边跟一群粉丝 还看行为艺术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吧 有一定的爱心 还无联系 现在出门 有一手机就能支付款了 是不是我们门口要饭的那个盲人 都在地下放一张白纸 印着他的支付宝二维码 我怎么反正他看不见 我偷偷把这二维码换成我的 每天他的收入就都到我帐上了 换完 刚要走 忙人说话了 光头给我放下 他能看你 你看过去 我的梦中情人是谁呀 倪平老师和蔡明老师 现在呢 我的梦中情人 还是蔡明老师 也梦见过两回倪平 吓醒了 都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这把刀为什么指钟情于倪平老师呢 Style 倪老师好 你好 倪老师 倪老师好 你这么喜欢蔡明 怎么不请她助演啊 我站您边上不显着年轻吗 我们俩谁年轻 观众朋友 听见没有 您助理喊的 我这么多助力 我只有一个 您看 您生于1959年 对吧 对啊 老同志 我是1970年 也够老的 那谁年轻啊 当然是我年轻啊 我有头发同志 你没有 瞧你 我有腰 我有面部表情 你瞧他 整个一个面摊呢 我这是冷面 辣白菜吧 我跟你说 方清平 你在你们家 绝对是 不孝子孙呢 是 我是不爱笑 但是我给大家带来欢笑啊 你说 是不是倪平老师 就您 这大半辈子 说哭了多少人呢 尤其是每年的 三十晚上 只要您跟赵忠祥老师 一出来呀 什么事难过 你们说什么 大除夕的 给十几亿人添堵啊 我们小时候 谁要敢过节 说这伤心事 早让我奶奶踹出去了 我觉得你这记忆有问题吧 我们春节晚会 奉献给大家的 都是欢乐呀 我们综艺大观 笑翻了多少人 这你记得吗 综艺大观 上世纪的事了 留给历史老师讲吧 那现在的等着我 你看过吗 看过呀 不能再等了 再等您就退休了 方清平啊 方清平 你不是让我来 给你助演吗 你怎么老遭见我呀 那您作为前辈 您干嘛上来就损我呀 我不是损您 您瞧您这样 长得怪吓人的吧 然后说相声 没有搭档 也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你说这么大的舞台 你这不是来找死吗 所以我得找一点被的啊 就你长得这样 身体不好 你知道 我为什么同意 来给你做助演吗 电视台给钱 错了 这些年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关注于弱势群体 比如像他这样呢 拖着痛风的双腿 然后这么大的舞台 他一人站在这儿 我是觉得他太难受了 对 多个朋友多条腿 说吧 我能帮你助演点什么 煽情啊 您也不会别的 太讨厌了 太讨厌了 您就发挥您的强项 玩命这么一煽 说的现场观众啊 一把鼻涕一把泪 觉得我可怜 就把票投给我了 音乐给您准备好了啊 好 尼老师 开煽 又还真有音乐啊 对啊 就这样的音乐 让我想起我们的小时候 入戏多快 从一堆那个点心榨里边 发现一块奶油的那种快乐 脸这么大就是吃奶油吃的 然后想起大年初一 穿上母亲的衣服 给改的那件花棉袄 如今穿多么昂贵的国际大牌 都能找到花棉袄的感觉 春游的时候 带上奶奶蒸的馒头 妈妈煮的鸡蛋 还有爸爸给的那五毛钱 紧紧地攥在手里 同学踩了一朵野花 小霓萍踩了一脚屎 我们正当青春少年时 大家可以看 我妈呀 方青平有头发怎么那么难看呢 真够吓人的 还不如现在这样 哎呀 霓萍老师啊 您要还是照片里的模样 这回冠军就是我的了 如果观众朋友 您还记得我们当年说过的段子 想起我们年轻时的那个模样 您也老了 方青平 我断定 今天的冠军得是你 我断定 您断定错了 如果我错了的话 我单独给你发个奖 你看 怎么样 总冠军 谢谢霓萍老师 我也准备了一个奖项 请看 怎么还是蔡明啊 我喜欢年轻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 霓萍老师 方青平老师 霓萍老师 我们这是一个比赛 而且是决赛 您怎么在节目里边 就能断定或者预测 方青平拿总冠军呢 我说给他奖 就是胡说 你知道吧 完全不是真的 我觉得奖还是给那个假兵 给假兵吧 你就算了 我请错了人了 你这么大岁数 再说家里那么多奖 你要那么些干什么 熬着吃啊 我们这么大岁数 没得过一回奖啊 我就缺这个了 是吗 就缺这个得 不是缺这个奖 一平老师标准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 其他几位老师 对于刚才这个 出乎意料的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觉 陈彦老师 方青平老师 刚才演出的时候 我就不敢鼓掌 我就怕错过 每一句包袱 跟每一句话 我不想破坏它 就是静静地听 静静地享受 谢谢 文宋老师 方老师的作品呢 我认为 它不是相声 给我的感觉呢 它是一个故事 那好像都是我们 曾经有的经历 然后刚才 我不知不觉地 我眼眶湿了 就是又想到那些画面 又想到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母亲 他们都老 就是心酸 心酸酸的 这次啊 那个贾明老师啊 一开始呢 你马那一坐呀 是你年龄大 这回岁数更大又来了 你让一让啊 谢谢文宋老师 谢谢 蔡明老师 我不能说话 我现在一说话就想哭 因为那个歌一起 一起 一起 你就受不了了 对 我就受不了了 我跟你平时 快三十年的朋友 对 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平现在 胖了 走路不方便了 老了 可我心里永远是那个 伶牙俐齿 那么漂亮的 你平姐姐 满台的乱窜的你平 看来 只要 你平老师一上台 能够带给观众的 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还有更多的岁月和回忆 谢谢蔡明老师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带来精彩表演的 倪平老师 请倪平老师入座 谢谢大家 来 您慢点 来 您扶一下 扶一下 我们来看看方清平老师 到底能得到多少观众的支持票数 请为方清平老师 开启巅峰对决台 掌声有请 今晚的最后一位挑战者 方清平老师 走上颠峰对决台 此刻拉票环节 你有什么要说的 首先呢 是我刚祝贺贾兵老师 获得了咱们 这次笑声传奇的总冠军 不过我希望 在座的各位朋友 还是能够给我们 投上点票 因为毕竟 倪平老师那么大年纪了 让他说得有一点面子 就是这意思 我作为一个高龄选手 来参加笑声传奇 其实我一直认为 比赛是电视台的事 得奖是其他选手的事 只有这十几分钟时间 是我自己的事 我只要能够说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把我自己精心准备的这么一段 一个啰哩啰嗦的东西 呈现给大家 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了 如果这回我得不了奖 明年要是还有笑声传奇 我肯定还是得不了奖 但是我还会精心的准备节目 奉献给大家 我明年的目标 就是让更多的观众朋友 知道有这么个方清平 明年见